今天是廉價最後一天 不過可以給人說北台灣真的天氣好冷 像我自己從中南部回到台北就覺得很冷 把時間就給趙雯 想要請趙雯告訴我們一下 明天大家上班上課日的天氣狀況如何 趙雯 好的確真的是南北兩樣情 而且東西大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北台灣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都在飄飄雨 不過南台灣地區得勢艷陽溝照 而且高溫時則都會來到30度以上 那麼今天在台北的總統府地區 不是舉辦國慶大典嗎 其實在9點鐘的時候 這個國慶大典一開始之後 就逐漸的天氣慢慢轉而穩定 而且雨勢也趨緩了 那目前雨下在什麼樣的地方呢 主要都還在大台北山區 以及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北角一帶 雨勢會比較明顯 那麼另外在海上的這個回坡 可能就會逐漸移進來來到宜蘭地區 因此宜蘭現在還是有一些飄飄雨天 的現象 包含像是東山南澳地區 水雨量大概是8到11毫米 也就是雨勢並不大 逐漸有趨緩的感覺 但是今天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北角 依舊是降雨的熱區 至於呢在中南部一帶 都可以看到陽光 而且是藍天白雲的 今天高溫都來到了30度以上 那麼這幾天從禮拜五開始 一直到現在已經4天了 北台灣東半部都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雨勢會比較明顯 您看到整個東北角還有宜蘭 甚至在花蓮一帶 其實雨勢都還蠻劇烈的 那麼這四天雨下的最多的地方 就落在宜蘭地區 那麼宜蘭的這個西茂山 有1101毫米 而在宜蘭的西德山 也有1000毫米的雨量 那麼今天雖然說雨勢趨緩了 但是明天開始呢 東北季風又再增強 因此然後在禮拜三禮拜四之後呢 是可以說是這整個禮拜 水氣最多的一天 那麼除了雨之外呢 其實要加強警戒的 那麼就是風了 中央氣象局針對了一些地方 發布了強風特報 也就是在台南以北 還有整個恆春 以及東半部東南部一帶 今天都有機會出現 9到11級的強震風 那麼今天呢 如果要到這個嘉義地區 要看焰火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天氣預報了 那麼主要呢 像是在南台灣 今天在嘉義一帶 夜間的部分的話 有機會來到25度 而且受到風的影響 因此體感溫度會比較涼 不過基本上今天白天 都是多營稻晴 而且高溫來到30度 會有一些午後雷震雨 那麼至於呢 在北部還有宜蘭一帶呢 主要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會有一些降雨 不過從禮拜二一直到禮拜五 東北季風在增強 因此呢 像是基隆以及宜蘭地帶 一直要小心有大雨的發生 那麼再來看一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今天高溫來到24度 那麼今天 由於在桃園以及新北市 雨市會比較明顯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跟玉林 今天高溫來到28度 會有一些午後雷震雨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今天高溫來到31度 那麼今天屏東地區 會有一些午後雷震 宜蘭、花蓮跟台東 高溫27度 那麼宜蘭今天雨勢會比較多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連江 今天是晴時多雲的好天氣 高溫來到27度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站